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最近天气逐渐回暖了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春季薄款小外套 除了夏天不能穿之外 剩下的三个季节都是可以穿的 都是我喜欢的一些比较简单的 以后拿出来穿也不过时的衣服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首先这一件外套是一个豆绿色的西装 颜色非常特别 而且穿上身挺显白的 它的衣裳属于西装里面稍微偏长一点的款式 高个妹子我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 像我1米6的话 穿上也不会说特别压个子 里面搭配高腰牛仔裤就可以了 它的用料也是非常好的 采用了意大利的羊毛材料 这个牌子也是现在挺火的 一个很极简的韩国设计师品牌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一件 麻花麻海毛的毛衣也特别喜欢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那这一次也是第二件他们家的衣服了 入手也是没有失望的很喜欢 下一件呢是一个小湘风的外套 小湘风的外套我这几年陆续入了大概一两件吧 因为它整体的风格是比较lady一点的 我平时穿的比较休闲 这类的外套以前穿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近期觉得这类的外套还挺好搭配的 里面就搭配我喜欢穿的衬衫牛仔裤 是完全可以的 也不必非要局限在它的这个lady风格上 整个做工超级精致的 然后它四周是有包边的 扣子我特别喜欢 是这种做旧的银黑色 挺有分量感的 质感非常非常好 这件也是一个挺popular的款式 穿上身不是特别oversize的 很合适 长度也不是说特别长 所以小个子穿还蛮显腿长的 它的厚度呢 跟之前那个西装外套的厚度也差不多 天稍微暖和点的时候 里面搭短袖或者吊袋都是ok的 穿逆的纯色的话也还挺推荐大家试试这一件 牵脚格也是很多年不会过时的画色 里面搭配的衬衫 是我最近入了以后特别满意的一件 它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 主打极简的韩国设计师品牌 它是稍微有一点高腰围果式的 靠底下这个袋子来记住 前面是V领的设计 就特别显脖子长 然后你穿上之后 它上半身又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 碰碰的感觉 但是又不是过分的扩型 就非常非常合适 底下直接搭配高腰牛仔裤就可以了 我最近特别喜欢的这一条COS的高腰牛仔裤 也是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我之前都是穿一些比较合身款的牛仔裤 它今年出的这一个是比较阔腿一点的 它在腰跟臀的地方包的特别好 但是在裤腿的地方做的比较阔形 有点像括号那种感觉 立体剪裁的 所以你走起路来会有一种立体的感觉 像我腿上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这一条穿上就有一种腿在裤中晃的感觉 还蛮好的 我挺推荐大家试一试的 像这种比较休闲的搭配的话 我比较推荐大家底下搭一些玛丽真鞋 像今年我买了很多双玛丽真鞋 之后也可以在视频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合集什么的 穿的这几双最近入的都特别舒服 像鞋子我都是追求可以抱走的那一种 这一双也是特别舒服 它是有一点方头的 漆皮设计又很好打理 这双最近穿的很多 最近入的两件白衬衫都挺满意的 除了维果师的这一个 另外一件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极简品牌 我之前入了他们家好几件衬衫 这一件白衬衫依然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它比较特别的点在于 它在侧面有一个扣子 你可以把它依你自己的喜好 来调节成有一点层次的感觉 你愿意系在哪个扣子上 它会显现出不同的一些弧度 还蛮好看的 就非常随性 它本身设计的是比较扩型一点的 小个子女生如果你不习惯扩型的话 我觉得也是值得尝试的 因为现在就是你底下穿一个那种堆堆裤 还是一个比较慵懒的风格 搭配牛仔裤也是很随意的 这一件因为它本身设计就是这样 所以我也不建议大家把它扎到裤子里 就放出来穿会更好看 特别值得说的是它的料子 特别特别亲肤 很滑的那一种很好的棉 他们家的衣服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看上了 可以闭眼入的那一种 也是我的一个宝藏品牌吧 之后是一件皮衣 像皮衣我真的买的非常少 我自己是尝试了很多那种机车风的皮衣 发现自己非常不适合 后来就会选择一些 不是非常正统的皮衣款式的皮衣 之前买过西装类的皮衣 这次这一件也有点类似西装 但是它比西装更加的随性一点 这一件非常非常适合春夏来穿 它本身不是特别厚重的 像一般的皮衣不是会特别沉吗 这一件的话它做的比较轻薄 这个皮子也不是说手刮过去 就很容易留印子的那种 还蛮好搭理 皮衣表面处理过 所以本身这个料子也是比较结实的 我穿了几次也没有任何这个破损 或者是有划痕的问题 它的颜色我超级超级喜欢的 像我平时都是买一些黑色的皮衣 觉得比较保险吗 这件它的颜色是挺浓郁的 一个巧克力棕色 又带一点点的红 非常特别 里面也是随便搭配素色比较简单的 就能穿出很随性的感觉 虽然做的比较宽松 但肩膀这部分又不会说特别的大 所以穿上属于一个很合适的 恰好的一个宽松度 这件我真的非常喜欢 之后天气更暖和了一点 应该会经常穿它 上身又很轻嘛 穿上舒适度很高 我觉得它也很适合 秋冬的时候里面搭一些羊绒衫啊 什么的也是完全OK的 就是可以穿很多季节很多场合 之后这一件是Nothing written 它也是一个极简的品牌 我觉得设计理念跟Muji有点像 Nothing written 就是上面什么都不要写 什么都不要定义 就很简单的那种感觉 你自己赋予它意义 那他们家的风格就跟名字一样了 也是很简单的 我买过一件他们家衬衫 觉得挺不错的 这件小外套也是他们家一个很经典的款式 它属于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除了秋冬跟羊绒衫搭配的话 春夏里面穿一些浅色的内搭 也是完全OK的 那它的版型呢 非常非常适合小个子来穿 对我来说 我觉得属于一个比较合身的外套 但是又有一些容量 厚度呢 比起前面那几件 属于更薄一点的 所以它适合穿的季节就更多 如果天气更热一点 穿它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它也是用的意大利羊毛 比起前面那几件是更轻薄一些的 穿在身上会比较轻松 前面有三个口袋 比较复古感的设计 穿起来也是很极简 搭配起来也没什么难度 也是属于衣橱里 这种比较经典的款式 可以穿很久的 OK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期视频的内容 对大家选择早春小外套有一些帮助 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给这支视频点个赞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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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